球賽, 總統選, 選, 參! 北南南對越得一個政治技術 他是一個莫名其妙選上的人 所以你對他會有期待嗎?未來? 沒有!投給韓國瑜 要給他時間 韓國瑜,他已經當選,就是投給他 是投給韓國瑜 他是一個認真人 忠誠的人 我們在政治就缺少遲找 我覺得他懂我 我也懂他的那種感覺 被放在一個權力寶座上的小丑吧 對 我覺得他根本就走錯地方 我支持陳其邁 嚴過其死 恭喜國民黨終於找到了 他們下一個世代的光頭領導人 我覺得他在用北農總經理的高度跟格局 還有他行政的方式在處理高雄市的事情 覺得他是一個 不是像別的市長是 他就是有實力去做 去發展 盡量去做 我覺得他對高雄真的是改變了很多 像愛河的臭的鑰匙 他能夠做得這麼好 是不簡單的 因為這是一個反制的代表人員 對 對人民來說是反制的代表人員 他們是會做事的人 他們支持韓國瑜不得你支持國民黨 我覺得可能真的開了太多空投支票吧 開始漸漸的被大家發現 這些空投支票一點開得太過火 又開太大 但是甚至是已經有很多人相信他會做到這些事情了 他們的燈會辦得真的是不錯 大家都去過的都會講說真的比之前好太多了 對 我只是覺得說高雄的燈會很值得去看 台南的話你要改變 你要看一個城市有沒有在動喔 你要看他的那個房地產 你現在在買房子可能最近有漲 你之前說韓國瑜還沒就職的時候 你買一定賺到的 因為現在很多北部中部的那個房仲都調人來這邊支援 不管在政治上經濟上各種或者說各種抵押的人 我覺得到高雄很療癒 就是從一個就是社會學吧 應該有社會療癒吧 那所以但相關問題 高雄的問題也被更多人看見了 我覺得這個不管你喜不喜歡韓國瑜 這個是一個對高雄是很大的注意 就這一點來講是對高雄幫忙很大 會覺得說好像都是在放話 可是你拿出來的時機 其實都是一些前朝已經拍滿定案的事情 終於大家注意到高雄了 可是怎麼好像看到的都是丟臉的一面 就是好像我好不容易上電視喔 剛好跌倒就是這樣子的感覺 對就是不太想被看到 沒有明顯改變 但是可能就是不知道是新聞媒體的影響還是怎樣 就是可能會有一些造成的傾向 就是可能新聞媒體有講 但是我們自己沒感覺 高雄人潮本來就逐漸的在往上提升 然後城市的質感也不斷地在向上提升 所以他現在他喊的那個口號應該是針對陸客吧 所以大陸團也沒有特別看到有什麼樣的團進來 或者是說目前有什麼樣的活絡式的經濟 對啊 私下很多常常就是被拿來開玩笑 就我們這一輩人就是很常會說 欸你們要發財囉你們可以做免費摩天輪 因為他現在建設完全還感受不到 真的可以發財或是有什麼實質上的感受 外面的一些廣告的布條啦 或者是那種廣告的大看板 就是會常常把所謂的首富或者是就是發大財 就是一直一直重複的拿出來用這樣子 對 我覺得蠻不舒服的耶 因為我覺得一個城市不應該只為了金錢導向而去發展 我覺得這樣子是一個非常窄的路線 這是最好騙人的啊 因為這個地方的人就很容易受到這種東西的誘惑 你跟他講未來他聽不到嗎 人民素質不到啊 人民素質不到他就只能用這個方式去吸引人公他 還真的就引起大家一億握蜂 這就是大家自己本身的素質的問題 sense到哪裡就用什麼樣的政治手腕去操作 這也是長久以來高雄人沒有變的地方 你說民進黨是不是也是用這一套 也是吧 現在的共產黨當然他有很多的堂一啊什麼 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但是與其在這種不生不死這種狀況之下 我寧願選擇是同意 所以為什麼韓國瑜他是不去 盡量不去講這樣的所謂的 他以經濟為處罰是可以理解的 你為什麼不說我們去同意他呢 所以您講的是說我們可以去同意他 啊就是這樣啊 這個 這個台灣也是觀光室也靠大陸上來嘛 沒有旅客所以觀光室也都猥瑣得很多嘛 才永遠不承認舊兒共識嘛 所以就是涼涼的不來往了嘛 所以真正的要講起來 能夠大陸來觀光客跟台灣的觀光室也帶起來 大家不就好了嗎 往好的方向最好還是不要暢睡高雄 因為大陸的關係啦 我覺得台灣的發展都跟大陸很大的息息相關啊 很多事情只要對岸講了一聲高雄好像台灣就被封死了 我會覺得這樣是不好的 但是沒辦法台灣和大陸就是有這種關係 就這樣啦 我希望能夠挑多的話是最好的 包含像是在高雄這邊我們發現有很多的店家會有 五百塊買斷選台的權利的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就是非常嚴重的就是思想控制嘛 我就是還蠻困擾的 欸不是困擾 蠻困惑就是高雄的發展 因為目前看起來就是他想要發展的東西 我們都還是打個問號 我反而覺得高雄多犯一些這些活動 然後不要把東西全部放在大陸人身上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也會比較長久 要不然短期都靠大陸人會有成效 但是我覺得會很短暫 而且他們對我們也是居心口稱 所以這個可能是他們對我們的戰略之一 那我希望韓市長也不要跳到這個陷阱裡面 然後我們就這樣做到這個看板 所以我們在影片中的掃描 早安放下 我們就這樣做的 我們就這樣做吧 我想有一個大陸人的問題 我們來看 在職阱裡面 對我們 我們來看見 我們來看見 這是我們來看見